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恭敬地把今天的时间 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 求你今天使用你卑微的仆人 永远地使用 使用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 借着巴兰的经历来提醒我们 在这个时代向我们发声 使我们知道当怎样选择 求你不以我们的软弱和过犯待我们 却因着主你自己丰盛的慈悲和怜悯 来复兴你的教会 复兴我们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刚才我们 这个好像 没有 我需要你帮我控制一下 你看我们看到刚才读的圣经 我在读约束亚纪十三章二十二节 再多读一节 在这张圣经中神说 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 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 庶士巴兰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刚才我们读的彼得书信中间 彼得称呼巴兰是什么 是庶士还是先知 是先知对吧 但是呢 约束亚在这里却称呼 他是庶士 那么这个圣经人物巴兰 他到底是庶士呢 还是先知呢 我纵观巴兰的一生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巴兰其实是从一个先知 堕落成了庶士的人 那么巴兰是怎么样 从先知沦为庶士的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看他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 他用恩赐换取真荣 以职位换取职份 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第二个 他没有除掉他的贪心 却与恶人为伍 与上帝疏离 以后我们来看看巴兰可悲的结局 我们也从这个结局中间去分析 对我们的教训 巴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 在《明书记》22章1到16节 我来把它读出来 这节圣经说 以色列人起行 在摩崖平原 约旦河东 背着耶利哥安营 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 西伯的儿子巴勒 巴勒都看见了 摩崖人 因以色列人甚多 就大大惧怕 内心忧急 被米店的长老说 现在这众人 要把我们 似为所有的一切田径 就如牛田径田间的草一般 那时西伯的儿子巴勒 做摩崖王 他差遣使者往大河那边去 大河那边的皮多去 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 照巴兰来说 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 片满地面 与我对居 这民比我强盛 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得胜 攻打他们 赶出此地 因为我知道 你为谁祝福 谁就得祝福 你咒诅谁 谁就受咒诅 我们看到巴兰呢 是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米索不大米 北边的一个地方 圣经中间许多的事情 都是在这里方去发生的 巴兰呢 他有一个特别的恩赐 就是他为谁祝福 谁就得祝福 为谁咒诅谁呢 谁就受咒诅 这是他众多的恩赐中间 一个特别的恩赐 但恰恰就是这个大的恩赐 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破口 我们今天讲的巴勒 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他跟米甸人结合在一起 要去对付以色列 其实上帝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地方 给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人要住的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他不愿意去接受上帝 对他的教训 没有去了解上帝的心意 就开始跟上帝的儿女们做敌人了 那么接下来巴兰是怎么出场的呢 看到他的贪婪财力 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 就是我们回头看到 这个摩押和米甸 两个民族联合在一起 对付以色列人 手里拿着挂金 到了巴兰那里 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 巴兰说 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我必照耶和华所小育我的 回报你们 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 神灵到巴兰那里说 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巴兰回答说 是摩押王西伯的儿子 巴勒 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 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 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 把他们赶出去 神对巴兰说 你不可同他们去 也不可咒诅那民 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巴兰早晨起来 对巴勒的使臣说 你们回本地去吧 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 摩押的使臣就起来 回巴勒那里去 说巴兰不肯和我们来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记述 很有意思的 巴兰说的话都很属灵 我要看看 耶和华小于我怎么说 做出来的事 其实都很龌龊 我们从哪里看的呢 他看到摩押的长老 和米店的长老 手拿挂金 就是带着金银财宝 他马上说 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我必照耶和华所小于我的回报你们 这不是很奇怪吗 如果你有恩赐 祝福谁谁就得祝福 祝主谁谁就得祝主 这是为上帝去用的 看到别人给你钱 你还去问上帝说 我能不能这样做 这其实不是自欺欺神吗 但是从这段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 首先他是耶和华的先知 因为他说 我必照耶和华所小于我的回报你们 可见他侍奉的是耶和华 那么其次呢 他侍奉的是耶和华 要咒诅耶和华的名 这不就是试探神吗 然后他作为耶和华的先知 这个事情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你不用去问上帝的 你可以去问我上帝说 这是别人的东西 我看到很想要 我能去偷他的吗 你不用去问上帝 因为神已经把原则 放在那个地方 他还要去试探神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自欺欺神 结果那天晚上 上帝真的找到他了 就质问他说 在你这的人都是什么人 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难道上帝不知道 到他那里住宿的是谁吗 上帝当然清楚知道 这些人是谁 他质问巴兰 其实就是让巴兰 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 也就是让巴兰 晓得留他留住在家里的人 其实都是上帝的敌人 是要来咒诅上帝 祝福的人的那群人 然后神又清楚地对他说 你不可同他们去 也不可咒诅纳民 因为纳民是蒙福的 接下来我们还会用到 这一节的圣经 因为上帝已经很清楚地 告诉他了 他接下来还要试探上帝 虽然上帝知道巴兰的恶意 但是他还是明确地去教导巴兰 不可咒诅上帝的名 那我们看到巴兰 是不是悔改了呢 其实没有 他执迷不悟 巴兰虽然不敢直接地 违背上帝的命令 打伐米店和摩押的长老 回去了 但是他还给事他留下了余地 大家记得吗 他打伐米店和摩押的长老 离开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是留了一个余地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耶尔华 不容我和你们同去 意思是什么 不是我不想去 耶尔华不让我去 所以你可以试探留地步 试探就会加倍地卷土重来 接下来我们就看发生什么事 巴勒又参见使者 比先前的怎么样 又多又珍贵 他们到了巴兰那里 被他说 西伯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他没有说国王 而西伯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表示谦卑 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 你看那个魔鬼很会讲话了 他没有说你不到这里来 他说你是被一些事情拦阻了 然后呢 不到我这里 不容什么事拦阻你 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死你得极大的真容 你向我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名 我们看到了 撒旦怎么去试探人的 巴勒一眼就看穿了巴兰的破口 开口就跟他说 你不要被什么事情拦阻了 没有说你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他刚时 他就是说的是 也有话不让我去 意思是其实我想去 然后他知道巴兰贪图名利 他就跟巴兰许以名利地位 所以他说 我必死你得极大的尊荣 你向我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其实巴兰想要什么呢 一个是钱 一个是钱 他并没有说我给你钱 这讲得多俗气啊 他说的什么 我给你极大的真容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名 所以我们看到 撒旦试探人 总是投其所好 目的只要我们去 违背上帝的旨意 结果我们看巴兰怎么回答呢 巴兰说巴兰应该说 奉耶稣的名撒旦退去 你不要来试探我了 但是你看巴兰不是的 巴兰回答巴勒的使臣说 臣仆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无的精英都给我 我心大事小事 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 你看这句话讲的 是不是够属灵呢 非常的属灵呢 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很龌龊 为什么呢 下面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本相 现在我请你们经历住宿 等我得知耶和华 还要对我说什么 弟兄姐妹 耶和华对他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耶和华早就跟他讲了 你不要从这些人去 不可咒诅那名 那名是蒙夫的 耶和华讲得很清楚 但他为什么还要再问名字顾问呢 因为一方面他是真的怕 这个上帝得罪了神 神惩罚他 失去了恩赐 另外一方面 他又怕真行上帝的命令 他会失去财富和地位 所以他就跟试探互动 对试探他的人说 现在请你们在这里住宿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吗 那些人不要在路上问他的安 也不要接他到家里 不要给他东西吃 但是他什么 请你在这里住宿 等我得知耶和华 还要对我说什么 其实耶和华所讲的话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清楚了上帝的旨意 还想改变上帝的旨意 这不就是咒诅上帝 这不就是试探上帝吗 巴兰此举 他其实是希望上帝改变好满足我的心愿 其实巴兰好想要巴勒给他的尊荣和财富 但是要跟上帝的旨意冲突 他就试探上帝 希望神改变 明知故犯 上帝就会认平 所以上帝就认平试探上帝的巴兰 陷到试探中间 你试探上帝 上帝就会让你陷到试探中间 所以神对他怼道 中国这个词 最近几年留心出来 很有意思 怼 怼了巴兰一句话 这些人来召你 你就起来从他去吧 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 其实上帝一方面去怼他 一方面又警告了他 一方面去认平巴兰的贪心 但同时警告巴兰的恶心 他知道巴兰为了这钱才可以不择手段 所以他警告他说 只是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 上帝其实从来都不会强迫人遵循他的旨意 但也绝对不会任凭人的背离 破坏他自己的计划 我们接下来看事情怎么去进展的呢 他巴兰试探上帝就被驢子警告 巴兰早上起来 背上驴和磨牙的使臣一同去了 按赛基神迎他去就发了怒 所以你看上帝其实不喜欢他去的 一开始就跟他讲了 你不要去 庞从中牧师讲的 他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第一个是上帝喜悦的心意 如果上帝喜悦的心意你不喜悦 上帝就会认凭你 认凭你去做 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 这不是上帝鼓励你 是上帝认凭你 他懒得管你了 然后他认凭你了 你还不听不知道悔改的话 上帝就会刑罚你 如果上帝刑罚你 管教你还不悔改的话 上帝就会丢弃你 所以我们看到巴兰正是在走在一条 背离上帝必神认凭的路上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 他骑着驴 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所以你看到巴兰其实是一个有钱人的 他不是一个没有钱的人的 两个仆人跟随他 死臣带了这么多人来 在他家里都有地方去住 可见他不是个小家呀 是一个大家 那女子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 手里又拔出来的刀 就从路上跨进田间 巴兰便打驴 要叫他回转上路 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 这边有墙 那边也有墙 女一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 将巴兰的脚扭伤了 巴兰又打驴 你看这个把脚搞伤的人 他还要走恶路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 站在狭窄之处 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女一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就卧在巴兰底下 巴兰发怒 用驴 用杖打驴 耶和华叫驴开口 对巴兰说 我向你做了什么 你竟打我这三次 巴兰对驴说 因为你系隆我 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一个贪婪的人 他的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 他就是恼羞成怒的 驴对巴兰说 我不是你从小时 直到今天今日所骑的驴吗 我素肠像你这样行过吗 巴兰说 没有 那我们看到这个巴兰 巴兰的贪心让他一再的妥协 侥幸 他一方面不敢得罪神 一方面又想讨好上帝的敌人 就好想得到敌人给他的好处 脚踩两只船 最后他就会掉在贪欲的海洋里面 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睛明亮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中有拔出来的刀 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何着三次打你的驴呢 我出来抵挡你 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 上帝知道他的心偏僻 知道他带着恶念 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 驴若没有偏过去 我早把你杀了 留他成活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 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上帝不喜欢他去吗 第一次他就知道了 他是在试探神 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 你同这些人去吧 你同这些人去吧 我特意看了一下他的原文 原文确实有怼他的意思 你愿去你就去吧 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只要说我对你说过的话 上帝为什么一再地警告他呢 因为巴兰的心里 知道怎么样又骗过上帝 又骗过人 只想得着巴勒给他的好处 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者去了 这句话意味深长 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者去了 神因他去就发怒 因为巴兰贪恋财力 一而再再三地试探神 就让神发怒 使徒彼得在讲总结这一段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 他说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拦住先知的狂妄 从此以后上帝不再对他说话 只是上帝将言语放在他的里面 神借着驴子对他说话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背离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 如果我们有一个贪恋 放在我们里面 没有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轻死难安 接下来我们看到巴兰 贪图财力 与恶人为伍 与上帝疏离 首先他听从恶人的寂寞 来到恶人那里 刚才我们看到 读的圣经最后一句 于是巴兰通过巴勒的石子去了 通过巴勒的石城去了 当他从巴勒的石城去的时候 代表着走一条背地上帝的路 与神越来越远的路 他去了以后呢 巴勒听见巴兰来了 就往摩牙金城去迎接他 这城是在边界上 在雅伦河边 巴勒对巴兰说 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 到你那里去照你吗 你为什么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不能使你的真容吗 巴兰怎么说呢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现在我岂能掺字说什么呢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啊 这句话代表着什么呢 我不还是来了吗 我不还是来了吗 意思是说 你许诺的东西该给我了吧 圣经接下来怎么说 巴兰和巴勒徒行 来到鸡列胡索 巴勒宰了牛羊 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 在这里大家想到什么呢 我就想到圣经中间的一句话 不从恶人的寂寞 不战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周围 你看巴兰 贪婪的巴兰一开始 听从了巴勒的寂寞 他听了 他留他们在那里住 两次 第二个 他走了巴勒的道路 你看就同着巴勒的使者一同去了 然后圣经还在刚才在这里说 巴兰和巴勒同行 弟兄姐妹 你真要小心 你是在跟谁同行祈祷 第三个 他现在已经是坐在巴勒的位置上 已经坐在巴勒的位置上 巴兰应该非常的清楚 与上帝的敌人亲近 就是与上帝自己去疏远 当他坐落巴勒的位置 他就是弃绝了属灵的职份 当你跟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你总能还期待着上帝跟你存在呢 我们以为可以赢得世界 又能讨好上帝吗 你真的以为得着了索多玛 还能遵行上帝的旨意 还能住在索多玛里面 还能分别为圣吗 其实我们离世界有多近 离上帝就有多远 你跟世界有多好 你跟世人有多好 你跟上帝的关系就有多坏 他还说我起来颤子说什么 颤子说什么 神将什么话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 难道这是信心的宣告吗 其实不是的 他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啊 他是以上帝之名 向巴勒要价的一个筹码 他是在演戏 一方面演给上帝看 想稳着上帝 一方面演给巴勒看 希望从巴勒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 结果呢 与恶人为伍就会沦为数据 我们看接下来的巴勒 到了早晨 巴勒领巴勒到巴利的高处 巴勒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缘 巴勒对巴勒说 你在这里替我住七座坛 为我预备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巴勒照巴勒的话行 巴勒和巴勒在每座坛上 献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巴勒对巴勒说 你对巴勒 站在你的祭坛旁边 我且往前去 过着耶和华来迎见我 他指示我什么 我必告诉你 于是巴勒上以近光的高处 神迎见巴勒 巴勒说 我预备了七座坛 在每座坛上献的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勒 又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 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他从巴摩亚的使臣站在祭坛旁边 巴勒便提起诗歌说 巴勒引我出亚兰 摩亚王引我出东山 说来啊 为我咒诅雅各 来啊 怒骂以色列 神没有咒诅的 我岂能咒诅 耶和华没有怒骂的 我岂能怒骂呢 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 是巴勒有七次写诗歌 想咒诅以色列人 神都把它改变了 我们特别看到这里有几个词 七座祭坛 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 都学过摩西五经 看了圣经的概论 我想问大家一下 我们学的摩西五经 圣经的概论 有没有哪一次 上帝吩咐以色列人 献祭的时候 住七座坛 每一座坛上献一条 留一个羊 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吧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原来七亚在圣经中 是个完全数字 神用七天创造世界 这一个记忆就留在 古代许多中东的 民族的记忆中间 今天的考古 从巴比伦 从许多地方都挖出来 牛传 记载了上帝创造天地的七天 从此以后 这个七就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完全的 吉祥数字的意思了 所以巴兰著七座坛 这是古代巴比伦文献中间 记载的行邪术的方法 行法术的方法 还不是敬拜上帝的方法 而且更明显的是 民书记二十四章第一节 就有记载 上一静光的高处 指的是什么 巴兰是在这个静光的高处 行法术 还不是去献祭给神 我们还要留意 很有意思的 巴勒通巴兰 在每座坛上献 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听明白 献祭给上帝的是什么人 是立位人 献祭给上帝的是祭祀 巴勒和巴兰 在每一只坛上献祭 他跟这个要咒诅上帝 仆人的人一起献祭 他到底是献给神 还是在抵挡神 他到底是献给神 还是在献给鬼呢 这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唱十般 再来唱一首赞美上帝的歌 你在旁边找了一个 和尚跟你一起去唱歌 你在旁边去找了一个 尼古跟你一起 参加唱十般 你不觉得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但他找了一个 要咒诅上帝子民的人 去跟他一起去献祭 圣经提醒我们什么 要从巴比人出来 伊尔华的画 伊尔华将画传给巴兰 特别在这里 伊尔华将画传给巴兰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的意思是 伊尔华将画放在巴兰的口中的意思 也就是说巴兰其实成形想咒诅以色列人的 但是上帝将画放在他的口中 你看吗 上帝能将能在巴兰来的路上 把画放在驴子的口中 现在他也照样能将他的画 放在假仙子这个术士巴兰的口中 说明了巴兰不是不想咒诅以色列人 而是上帝变乱了他要咒诅的口音 所以在离西米纪十三章第二节 圣经就说 他们顾了巴兰咒诅他们 但我们的上帝使了咒诅变为祝福 什么意思 巴兰真的是想咒诅的 但上帝使了咒诅变成了祝福 或者叶尔华勒迎见我 他指示我什么 我必告诉你 巴兰是真的想寻求上帝的心意吗 他是在敬拜上帝吗 是祭祀上帝吗 都不是 他是在寻邪术 他是在做给巴勒看 目的只有一个 得到他的挂金 得到巴勒给他的真容 所以在接下来 从明书记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 巴兰总共有七次做歌 行了四次的法术 每次都想咒诅以色列人 换取巴勒的好处 但上帝每次都是他咒诅的话 变成了祝福的话 所以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十节 上帝才讲到一句话 上帝说什么呢 他说我不肯听巴兰的话 所以他导为你们年年祝福 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从这里 巴兰是何等的可怜呢 巴兰何等的可怜 他是在想咒诅上帝的血民 只想得到属世的一点好处 这个时候贪婪的巴兰 已经彻底的沦为名利和真荣 为名利和真荣 彻底沦为了一个术师 他不是在做先知的工作 他在做一个术师的工作 更可怕的是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 给恶人恶魔以圣民设判 一年七次作歌赞美以色列人 一年四次新法术都没有咒读以色列人 所以巴勒对他失望了 他说你回来走吧 所以巴兰就起来回他本地去了 巴勒也回去了 我们以为巴兰和巴勒真的消停了吗 读到这些圣经 你以为巴兰是真的放弃巴勒的好处 回去了吗 没有 其实在巴兰表面回去的背后 暗藏了撒旦可怕的杀鸡 他怎么做的呢 他就交缩了摩押 其实在这里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交缩了摩押王巴兰和巴勒 挑选年轻貌美的女子 去勾引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的男人 跟他们行奸营 然后带他们去敬拜偶像 所以在《明述记》第25章 1到3节还有第9节就讲了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与摩押女子起来行淫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 慧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勒皮尔 就是摩押的偶像联合 耶尔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那时遭瘟疫死的有两万四千人 所以你看魔鬼很诡大 很狡猾 他都没有让巴兰去跟他 巴勒跟以色列人打仗 就用这个诡计就让以色列人自己散递 上帝就击杀了他两万四千人 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 背后的真相就是巴勒在背后交缩他的 《明书记》第31章19节和《启示录》第2章14节 记载了这件事情 这些妇女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这些妇女是因巴兰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得罪耶尔华 以至耶尔华的会众遭瘟疫 遭遇瘟疫 在《启示录》第2章14节解释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这巴兰称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叫他们吃既偶像之物 心坚淫的事 原来呀 我们在这些经文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 树式巴兰 他没有得到巴勒给他的挂金 还有巴勒给他的尊容 他觉得不甘心 所以在他临回家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偷偷地教巴勒一个主意 就是用女人去引诱男人犯坚淫 犯了坚淫以后就带他们去拜偶像 这两个罪是上帝最恨恶的罪 拜偶像和新坚淫 以色列人后来灭亡 其实就灭亡于新坚淫和拜偶像 这两个罪 那么他也知道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 如果有年轻貌美的女人去引诱他们 他们很容易上当 所以巴兰就给巴勒出了这一个轨迹 这个暗藏的交易 就让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 所以这个轨迹非常的可怕 你知道吗 我们最知道我们软弱的不是远方的敌人 而是我们里面的假弟兄 最能伤害教会的不是外面的逼迫 而是我们内部的罪恶 魔鬼很容易利用这一点 他知道外面的逼迫 不能去破坏他们 他知道内部的安逸 能够败坏教会 美美的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很安逸 大家都不知道逼迫是什么 如果我跟你讲一讲 我们曾经经历的许多人都会觉得 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他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这种逼迫反而警醒的一些人 让大家更加的警觉 至少你看在温州的教会 拆十字架以前 一帮一派斗来斗去 拆十字架以后 教会就变得比较团 最可怕的不是外面的东西 最可怕是我们里面的东西 巴兰这个假弟兄 这个假仙子 他放下了一条诡计 何等的可怕 败坏了以色列人 但是正如城中道牧师所讲的 他说巴兰知道神会刑罚罪恶 也知道如果以色列人犯奸淫和败偶像 就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 他就是利用了神的公义 圣洁的性情去陷害以色列人 这个假弟兄的危险 但是巴兰他竟然没有想到 如果以色列人因他所舍的寂寞 而犯了罪 神尚且不放过他们 神总能够放过一个 设下这个绊脚石的设恶魔的巴兰自己呢 所以就有了巴兰最后可悲的结局 这一旦的地图 那就是以色列人住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摩押的平原 那么亚门人摩押人 他们就在挑选一些漂亮的梨子 跑到这个地方来 引诱以色列人心坚硬然后去拜偶像 那因此巴兰设了这个诡计 害了以色列人 他自己又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他的结局更加的悲惨 我们来看第三点 巴兰可悲的结局 民书记三十一章 记载了巴兰的结局 耶尔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 米甸人没有攻打以色列人呢 米甸人只是用美女去诱惑他们呢 但是也有上帝说 就要在他们身上报仇 上帝一方面要管教他行淫难的 行坚硬的儿女 把他们杀了两万多人 他一方面一定要给他们报仇 其实圣经中间说了很多次 上帝报仇报仇 神是复仇的上帝 英文姐妹不要忘记了 然后到第七节讲呢 他们就照耶尔华所吩咐摩西的 与米甸人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弟 米甸人后来就消失了 再没有成为以色列人 这个强大的敌人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所以比尔的儿子巴兰 没有在这再称他是先知了 他留下了一个什么可悲的结局 第一个他被杀了 第二个他与生为敌 神再没有恢复跟他的关系 第三个他受了永远的咒诅 他不再是一个先知 还成了一个术士 第四个他成了反面的教材 成了一个反面的教材 后来圣经中间每一次提到他的时候 往往跟巴兰耶西别和尼格拉 放在一起去谈 成为一个反面的教材 巴兰曾经是敬畏耶尔华的先知 他本可以和上帝的选民 一起承受救恩的好处 但他却因为贪恋巴勒的尊荣和财富 最终沦为了一个术士 沦为上帝的敌人 他要的挂金没有得到 想要的尊荣也没有享受到 最终和上帝的敌人一起被杀 还被咒诅 落得了可耻的结局 成为圣经中间贪婪的先知 沦为术士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圣经在启示录中间 特别提到巴兰 耶西别和尼格拉 将他们并列成为 教会面对的三大罪恶 这三个人代表什么呢 贪财 贪权 这个淫乱 还有权术的意思 我们知道 尼格拉代表的是权 这个耶西别代表的是色 巴兰代表的就是权 犹大书第十一节还讲了 他们有祸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路 又未立 往巴兰的错谬女之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这就是巴兰的截区 巴兰虽然曾经被上帝重用 所以这个科技的东西 实在是不可靠 我放了一个PPT 今天早上放在这里 它就变没了 巴兰呢 虽然被上帝去重用 但他却为了贪民 爱利 还有好虚荣 贪民爱利好虚荣 他就用他的恩赐换取真荣 以尽全未得利的门路 用他的职份去换了职位 他贪图财力 与恶人为伍 与上帝疏远 结果呢 就成了上帝的敌人 他诚心侥幸试探神 他以为可以游走在上帝和上帝的敌人之间 一方面得着上帝的恩赐 一方面还可以用上帝给他的恩赐 去效力上帝的敌人 从上帝的敌人那里得到尊荣 两方面都想得到 结果脚蚕两只蚕 两个都没有得到 可惜啊 巴兰最终得罪了上帝 也没有赢得他敌人的好感 其实我们人的本性不就是这样的吗 一方面想抓住世界 一方面总想抓住上帝 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 在跟学生们讲 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 讲完了以后 这个主日学老师就告诉这学生 他说你看 拉萨路在地上很贫穷 结果死得上天堂了 财主呢 生前很奢华 死了以后他下地狱了 这个老师就问学生 他说你们是想做拉萨路呢 还是想当财主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孩子怎么回答的 孩子说 我们想活着的时候做财主 死了以后当拉萨路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人性真实的欲望 这就是我们人性真实的欲望 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上说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于恶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 基督和彼勒有什么相合呢 彼勒就是撒旦的别名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 就如上帝曾说 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 在你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特别留意十七节 上帝怎么说 又说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不要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这是上帝对我们真实的欲望 上帝对我们真实的欲望 从他们中间出来 还不是跟他们交朋友 我们固然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但是众人以为美的事 圣经还要提醒我们 格外的留心去做 免得讨好了人 就得罪了上帝 做好了众人以为美的事情 固然其实是很重要的 很好 但如果众人以为美的事 是上帝以为丑的事呢 我们真的是要留心啊 不要做了众人以为美的事 却行了上帝以为丑的事情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不乏宗教的术士 但却缺少真正的先知 往往是有恩赐 却没有生命 有职务却没有职分 有了职分却没有使命 有了称义却没有自洁 有知识却没有智慧 有宗教却没有智慧 有宗教却没有智慧 有财力却没有能力 有神学却没有神迹 有圣理却没有实意 有恩典没有真理 有词汇没有爱心 有组织没有团器 有圣经没有圣言 有观点没有启示 有看到但却没有看见 有品德但有品道的 却没有信道 有知道却不一定行道 爱上帝又谈爱世界 有了破口却不愿意赌上 未得你的门路 巴兰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失去世界 也会失去上帝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巴兰他想保住他的职份 又想用邪术骗取 得到上帝的纪念 他知道上帝的旨意 却想试探上帝 改变神来满足他的心 圣经上说 巴兰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 不顾神的旨意 一心追求金钱 巴兰的错谬是什么样的错谬呢 以为可以试探神左右神 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样的教训 又是以色列人犯罪 从内部破坏他们 只想得到好处 这就是巴兰留下来的悲剧 你知道吗 圣经中间谈到巴兰的次数 比谈到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的次数还要多 圣经记载巴兰的篇幅 比描写耶稣的门徒的篇幅 合起来还要长 新约圣经中间特别提到了巴兰的 三次提到了巴兰 彼得后书 犹大书还有七书 这三处的圣经 其实正是在提醒我们 财力公民还有世俗 财力公民和世俗 我们与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人生呢 有三大的仇敌 世界 老我和撒旦 人性 也有三大的破口 就是金钱 名利 和情色 人生的三大的仇敌是什么呢 世界 老我 和撒旦 人性 三大破口的世界 去怎么去试探我们 魔鬼怎么试探我们 利用我们生命的三大破口 第一个是金钱 第二个是名利 第三个是情色 我们看到 满有恩赐的巴兰 他就是在金钱和名利之下败坏了 然后他又用秦色的陷阱 射给了以色列人 败坏了以色列人 贪婪 他是人性中间最早发压的毒梗 也是我们一生最难对付的中流 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说什么呢 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物是物这个就是爱那个 你们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阿伯德今天 我们在巴兰的身上 吸取到历史的教训 在我们人性中间 懂得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 就是金钱名利 还有美色 也能够晓得世界 老我和撒旦 对我们是一个试探 人有破口不可怕 可怕的是 像巴兰一样 任凭破口 还不去堵住它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堵住我们的破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祈求你赐福我们 能够像加勒拉人 有一个专一的心智跟随你 也能够在巴兰的身上 吸取这教训 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 无论是金钱 是名利 是美色 是情感 是哪一方面的需要 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 主啊 你知道世界没有不犯罪的人 我们都是有血气 有人性 有败坏 有罪心的人 若不靠着你 没有人能站立的住 所以求主 你帮助我们 能够堵住破口 靠着耶稣基督 蒙你保守 蒙你坚立 直到基督你的再来 主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